欢迎订阅 嗨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是不是感觉很奇怪 怎么在这么一个正规的一个长河拍 一般这个地方是我的直播间 直播间里面才拍的 因为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和大家分享 所以就正规一些 就是我的频道即将开通粉丝 叫什么粉丝俱乐部 就是会员吧 就是开通频道的会员 油管生态还是比较好的 它是让YouTuber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 专心的去创作他的视频 还有开通商店 像我们这种YouTuber可以卖衣服呀 或者卖帽子呀 或者卖杯子呀 它都是有一个商场里面 你可以定制的 自己也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 第二呢 就是开通会员 每个月的这种收费会员 你订阅也是粉丝嘛 但是它是每个月有收费的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别的频道都开通了 你为什么不开通 呃 其实我知道 因为这个是需要收费的啊 我相信会有很大一部分的观众会抵触 一般看视频都是免费的嘛 哪个会会收费呢 哪一个呢 第二呢 我也觉得我拍视频 大家能够看我从中能够收到广告费 其实 我能够养活自己 我觉得这已经可以了 然后之前也本来是 有工作的嘛 嗯 有工作呢 所以也抱着好玩的一个态度吧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呃 什么都把它开通了 而且我也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经营这种 专属的会员频道 因为你毕竟是有消费 你消费你必须要提供同等的服务 我那时候兼职啊 经营了这么多年 我很少会把自己的呃 个人的微信啊 或者其他的联络方式 发在那个频道里面 所以大家也不是总是想联系我吗 呃 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和大家联系 而是我的时间确实非常非常紧张 大家也知道我的主业是干嘛的 对不对 我的那个工作性质 然后我利用下班的时间 然后来经营这个频道 真的是 连我们家老婆也都说 我家里面都不管不顾的 是吧 就只管自己的 呃 你想啊 一个人聊一个什么事 打打字是什么 都十分钟啊 打就算十分钟吧 一个人十分钟 十个人啊 一天十个人聊就是一百分钟 一百分钟就接近两个小时 你说两个小时对我来说 真的是我估计不过来 今天我决定开了 为什么 一点还是利益 为什么 不仅你们粉丝 有很多人跟我说让我开会员 包括油管 他也跟我说让我开会员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 十几万的粉丝 是吧 到会员都没开 他那个平台 总是给我发邮件 总是跟我说让我开会员 这个会员可以提高创作者的一个收益 总是真的不止 不止三封啊 不止三封 就这几年 不止三封给我发这样的邮件 我都没你 但是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邮箱里面有这样一个信息 哇塞 他开出了一个条件 让我觉得我接受 我难以回绝 他要么就是他知道我现在离职了 我现在需要钱 我想想 那就开吧 嗯 我想想第一呢 就是我现在全职在做一个 我也想把我的频道做得更好 做得更专 然后和大家有更多的互动 包括最近这段时间的粉丝聊天的一个视频 其实回馈大家也觉得还不错 很不好 因为这也是我有更多的时间 和大家聊天了 然后才有这样一个系列的视频 第二个就是这个钱不赚就白不赚 知道我这个抵抗力很差的啊 所以我就 今天早上就开始一直在研究怎么开会员 怎么怎么怎么设置 啥的我 我就把它设置好了 第三个就是我昨天视频里面说的 我现在最特别讨厌 通过这几年 我把我自己的生活方方面面 全部po在这个网上面 做一个生活频道的自媒体 然后又是日更 我又没有脚本 包括现在拍这个视频 我都没有打稿的 就直接想到什么就给大家说 就是打造就是一个真实 有吸引了大家订阅 当然订阅里面有很多人 他特别的无聊 他你看 没事就开始举报我呀 什么干嘛 就是昨天视频我也说了 他就看到了 哎 他就偷亏你啊 亏到你以后 哎 我是说了 你看就看呗 你看完后你还见不得我好 对吧 我都离职了 我都过得比你差了 你还要举报我 就这人特别无聊 所以我觉得开了一个会员的时候 可能也有好处 开通这个会员 我以后 某些视频或者我觉得 可能会对我某些影响啊 对我个人或者什么有些影响 或者比较敏感的视频 我就直接会员专享 视频可以专享 包括直播也可以专享 这都是我后来想到如何开通这个会员 给大家 呃就是你有缴费嘛 每个月的缴费啊 之后能够给你提供不同的服务 是吧 我想那些黑粉他们应该不会花钱 来订阅我的频道吧 是吧 我相信应该不会的 所以是那些敏感的话 我会后期慢慢想啊 会把它放到专享频道里面 因为专享以后 很多一般的订阅的粉丝 或者没有订阅你的粉丝 他就不能够看到 包括视频 包括直播 这三个方面 我觉得就可以尝试一下开通这个会员嘛 简单给大家讲一讲啊 增加这个会员以后啊 有什么服务 我也可以给大家讲 这个服务我也是想了很久啊 最后最后啊 最看到最后 今天还会有些福利啊 你订阅了我的会员 还会有一些限时福利 好 油管呢 它是一个会员服务 如果呢 你订阅呢 就进入我的主页 主页里面有订阅 如果开通的会员呢 在旁边就会有一个加入 加入就是在会员俱乐部的那个意思 你点加入后 你会弹出三个选项 我起了三个名字啊 应该是名字不是我起的 是我们家老大起的 我最先开始起的三个名字是叫热干面 豆皮排骨偶汤 武汉的嘛 这个 然后分出三个等级啊 热干面是大家都喜欢吃的 就是第一档 第二个就是豆皮 豆皮比热干面要贵 所以就是中档 然后最贵的就是排骨偶汤 就是它的最高档 就是我频道里面粉丝里面的WIP 好了 我们家老大跑过来跟我说 你竟然叫罗宾嘛 然后和自己名字要有一定的联系 比较好一点 他跟我说 第一档叫冰粉 第二档叫红糖冰粉 第三档叫全料冰粉 我觉得说的还蛮有道理的 所以我就起了这三档啊 就是这样子的 第一档的其实也收费非常便宜啊 就是每个月 嗯 一个咖啡啊 就是咖啡或者奶茶的一个费用 他是有一个忠实粉丝的徽章的 加入我的粉丝俱乐部以后 时间的长啊 他那个徽章是会有变化的 包括你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表情符号啊 都是会员双有的 然后包括评论啊 是可以优先得到回复的 他专门有一个窗口 就是粉丝评论 优先的获得回复 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档啊 第二档就是红糖冰粉 它是包含前面冰粉的所有 刚才说的一些福利 从红糖冰粉开始到包括全尿冰粉里面 都会享受这样一个福利 比如说订阅我以后 有家人或者你们过生日啊 我曾经有的粉丝是这样的 曾经拍过的 他过生日了 我录一个呃祝福语吧 就是生日祝福语 然后我会寄给你 然后他给他的另外一半就看 就会有一个惊喜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这个ID特别好 这个想法特别好 我想把它放在粉丝福利里面 订阅了以后啊 你联系我 你什么时候过生日了啊 我什么时候你出面 我录一个视频 包括我全家什么时候 祝福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那种那种视频 啊 我觉得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 能够提到互动的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值的一个服务 哈哈哈 这最后就是一个全料冰粉 全料冰粉就是里面最好的 但收费也是最贵的啊 亮丽而行 还是那句话亮丽而行 它虽然很贵 但是也会很值得的 它上面叫社区媒体互动啊 包括我们可以互加微信啊 其他的一些交流的一个平台 交流的一些方式 我们可以及时的互动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啊 上面写的叫请冰粉吃饭啊 就是我请你们吃饭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有缘的时候 我们见面了啊 我可以请你吃饭 我来买单 我也知道大家那些观众群 都是在海外的一些观众 但是呢 有可能我以后有更多的时间 我飞到你们的国家 飞到你们居住的地方 哎 我们有幸见面了 哎 OK 我请客说话算数 这是针对这个全料冰粉里面的福利 我觉得应该不错吧 哈哈 我就想不到还有什么福利啊 这个置顶以后 后续还可以慢慢的再去玩上 还再去添加啊 都是可以的 好 这就全部介绍完了 最后说一点啊 我的频道是粉丝 频道里面是刚刚开通啊 也是为了促销啊 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 到7月31号之前吧 7月31号之前 我频道粉丝订阅的前30名 我给报销 免费订阅的一个一个意思 好吧 前30位 前30位啊 前30位啊 到时候我会 还是在会在会员专属的社区平台平台里面 分享啊 哪30位啊 有幸获得了这个我的回馈啊 就是免费订阅了 就是就是那个意思 当然了 如果你没有订阅这个的 也仍然 仍然 嗯 不会分别对待的哈 我仍然还是会 全身心的铺 铺在这个油管频道里面 好了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我的频道 会员频道就 今天就开通了啊 希望大家支持 OK 拜拜